能夠站上中華職棒 頒獎典禮的舞台 對球員來說是莫大的肯定 而對於第一次參加的球員而言 除了開心更是緊張到不行 難得有機會說點得獎感言 小菜鳥們也有準備 以前都沒有這種經驗 這麼大型的頒獎典禮 對 然後我覺得比比賽還緊張 比冠軍賽還緊張 應該就是很緊張吧 然後講不出話這樣 等一下上去應該是一直結巴 所以應該是滿好笑的 有啊 但是我是想要背起來這樣 就是比較有誠意一點 但是不一定背起來 就是可能太緊張會忘詞之類的 在頭腦想一下 可能等一下上台要講什麼這樣 可以給自己一個肯定 對 然後就是以後還有很長的路 然後就是把它當作一個動力 再繼續努力 當然我們還是想要總冠軍 要說今年大豐收的菜鳥 絕對是統一時怪力男林安克 不只入圍年度MVP和新人王 還包辦最佳食人 大雞王和全壘大王 新人年的大豐收 自己都沒想到 不會想到說我自己會拿這麼多獎項 因為一開始的目標就沒有 就是在一軍帶好帶滿滿 然後也不會想說沒有 就是超出自己的預期啊 我覺得每一座獎項都很特別 因為對於就是長期都以投手的身分來說 我覺得全壘大王還是大典王那些 我覺得還有最佳外野我覺得都是 自己不會想像說有一天我會拿到的 同樣想不到的驚喜還有中信兄弟的江坤宇 入圍新人獎 還跟平鎮時期的二友好拍檔林靜凱 一起包辦最佳食人的二壘手和遊擊手 進入中職的另類連線意義不同 但他們有話要說 因為大家都問我說要叫我們一起訪 我就說可以不要嗎 我們已經不是同隊了 沒關係啊 私底下不是這樣 他85分我80分啊 我覺得因為畢竟遊擊距離比較遠嘛 而且就是他手都蠻穩定 他手臂範圍也不輸我啦 然後因為我二壘也比較近啊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在那邊是真的算蠻困難的 因為畢竟遊擊手是算內野的 領導人物嘛 就是要去帶領其他地方 而且距離或是手臂範圍都要很大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的表現比我還要好 就是他範圍更大 因為他都守在外野區了 對啊 其實他不會輸我 因為他的爆發力什麼都很好 因為沒有看過他 其實他打籃球的樣子也很猛 第一次的頒獎典禮很新鮮 他們也喊話希望能成為每一年的日常 繼續入選 場上好表現我們等著看 至於等等頒獎 到底會不會結巴卡卡呢 導播來吧 還有林康 Y2C1 三萬選手 請回座